福尔摩沙音乐会明日在湾区登场 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交响乐团 以及福尔摩沙节庆合唱团共200多人 15日将在圣河西亮相 五位主唱准备给观众带来众多具有台湾本土特色的歌曲 包括《哭泣的美人鱼》《永远的故乡》 肖泰仁作曲的《阿福尔摩沙》 柯芳龙作曲的《2000年之梦》等 女高音谢孟杰毕业于台湾国立师范大学 现任台湾国立彰化高级中学音乐教师 虽然大部分来都是一些华侨 可是透过这些音乐 他们能够思念他们的故乡 我觉得这场音会会非常的感人 女中医李玉目前在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 攻读硕士学位 并获得该校的资负优异奖学金 那个歌词上面就有分三段 那他以就是不一样的角度 那男生就告诉女生说 你要跟我在一起 那女生就会一直想一些很奇怪的方法 或者是用一些语言 然后把他这个意见拨回这样 所以他是很有趣的对唱 交响乐团指挥是许静心女士 他曾带领旧金山女子爱乐乐团 连续三年获得美国作曲家 作家与出版商协会 和美国交响乐团联盟所颁发的最佳编排曲目奖 许静心女士也曾担任秘苏里州春田市交响乐团的指挥 福尔摩沙节庆合唱团 由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合唱团 孟家长老教会圣乐团 新桃园乐友合唱团 和佛教燃灯合唱团组成 福尔摩沙之梦将于9月15日下午3030分到60 在圣河西喜庆基督中心大教堂表演 请不吝点赞订阅